全部串联,如果你们原来的方法就是等于,之前好像有同学问到那个串联,其实串很简单嘛,就是把那个,哪一个,就是除旋歌跟除旋歌中间加一个串接符号,end符号,这个就表示说把四个工作表串在一起,那串在一起之后的话,你只要串两次,跟刚刚一样嘛,等于上面这个,跟这一下,先把这些全部的,先全部串一遍,它就会产生这些, 第二个的话呢,就怎么样呢,等于刚刚的方法,等于这边这一个,第一次,第二次就是等于什么,等于它的上面,end它的左边,这个,这样子串,打勾,底下呢,全部串在一起,这个就是我们最后160系,不过中间会有空白,那空白的话怎么办呢,这个时候呢,当然你可以找一下,有没有什么文字的函数理, 里面呢,可以取代,就是空白的,那你可以打一个取代啦,其实有的时候,你不知道哪一个函数具有什么功能的话,最简单的方法,你可以打一个关键字叫取代 然后按开始,它有时候还蛮厉害的,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,subtitude,这个按确定之后的话呢,你可以把你上面的这个,字串给它,那你要取代什么,取代空白,空白很简单哦,记得哦, 就是双引号,空白,双引号,这样子就是空白的意思哦,或者是说你按个空白也可以啦,subtitude还蛮聪明,它会自己帮你补上双引号,也可以啦,不过有一些函数怪怪的,你按空白它不会理你,不会自己帮你加,有一些这个就会啦,但是我比较建议你,干脆记那个双引号,取代成没有哦,没有怎么表示呢,就是两个双引号,就表示没有, 这个时候呢,各位可以发现呢,哎,上面是有空白的,下面呢,是最后的结果,哎,没有空白,那这边有个叫instant number,之前有同学问到,啊这什么意思呢,这个意思就是说呢,如果你这里面很多空白,那你要取代的是从第几个开始,哦,你也许你可以,不一定说从头取代到尾,你可以中间几个, 啊,也许你可以设定这个参数,哦,那基本上如果没有要全部的话,那instant number,你就可以把它取,就是,就是空下,没关系,那我们按确定,哎,它就做完了,做完之后你把它Ctrl C,然后呢,就贴到这个地方,Ctrl V,哦,把它Ctrl V贴上,这个时候的话呢,就把160个信是什么,全部都搬到这边来了,那当然底下会有动作啦,请你等一下把这个删掉一下,哦,OK,那我们如果说, 刚刚的动作,你不想要浪费那么多时间,因为你每天都要做这一次的话,那最好是可以有一个按钮,按下它之后,它可以怎么样呢,刚刚的事情都不需要做,这些事情都不需要,你只需要呢一个按钮,把它按下去之后呢,你这边呢,就会有产生什么,你要的信是,OK,那可是问题哦,那我要怎么样把刚刚这个按钮给做出来, 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哦,这个前面应该都有讲到,只是说呢,我把它全部串在一起,OK,那第二个,我们来看一下有关,如果我今天呢,我不要这么琐碎,还要串一个两个三个向下填满,然后再把它全部接在一起,再把它取代空白的话,那我可以怎么做呢,基本上逻辑是这样的,for i等于1到19,for j等于1到4, 有没有,回圈写出来了,有没有,这个地方,s等于send,就刚刚一样嘛,后面串什么呢,sales,括弧,ij,全部就会串在什么,串在s里面的,OK,也就是说呢,刚刚做的前面两个步骤,全部串在一起的部分,就OK了,再来第二个是说呢,我要取代空白,那取代空白怎么做哦,特别注意哦,在那个excel里面是用subtitude, 但是呢,在VBA里面呢,你不能用subtitude,因为没有这个函数,在VBA里面呢,有一个类似的函数,它叫做replace,那我怎么知道VBA里面有没有这个函数啊,基本上你可以这样,VBA电,这个VBA指的是,VBA的这个大物件,里面有的函数会帮你跳出来, 你打一个,你如果打,你可以猜猜看,subtitude有没有,su,比如说你打一个su啦,它有没有sub,没有嘛,所以你就可以想第二个,replace,replace出来,空白一键,back一下,括弧,它会问你几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,请你给我什么,expression,这个expression, 这个意思呢,通常是指你要被取代的那个字串,那就s,do点,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哦,它的黑色字,黑体字会往后,就是问你说第二个问题,find extreme,那你要找什么,ok,那我就是,一个什么呢,空白的,do点第三个,那你会发现哦,它的黑色字,又往后了, 那我要取代replace s,取代成没有,哦,括弧,好,这样的话就第二个,所以第一个是全部串在一起,第二个的话呢,是取代成空白之后,再丢回去给s帮我存放,所以一定是后面执行完,丢给前面,ok,再来的话呢,我需要切到百家性二,所以shits,百家性二,后面特别需要,切过来是一个 点slide,就是帮我切过去,切过去之后的话呢,再把那个s丢给,这个储存格里面的a1,ok,那就完成了,所以基本上我把这个deleteer掉好了,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,基本上就是,直接执行,它就自动怎么样,我油边一定放在这里,把它执行,哎,过来了,ok,那另外顺便讲一下,就是说呢,因为同学有来问哦,就是说, 另外有一个,它说,我上个礼拜有讲到就是,如果你今天不习惯用replace,你比较习惯用subtitude,就像上个礼拜那个范例是,有那个fv的函数,那你比较习惯的话哦,不过,我刚刚有试过啦,他刚刚同学是说哦,把这个application点worksheet function,如果delete掉,它是可以执行,不过后来我发现哦,如果你是在2013好像可以, 但是2007哦,如果你把它执行起来,你会发现哦,他会出现说,他看不懂这个东西是什么,ok,所以哦,特别注意哦,在那个20,应该10以前的版本,都一定要加上这个,application点worksheet function,你可以去抓到什么,你可以点下去哦,一样嘛,这个意思就是说,我今天要取用的是excel里面插入函数那些函数,那你打一个sub,其实打一个su大概就出来了, 空白键,back一下,挖壶,一样他会问你问题啊,啊,你的字串在哪里,所以你给他一个字串,逗点,一样是空白,逗点,一样是取代成没有,挖壶,ok,这个方式哦,跟上面的方式,结果应该是一模一样的,那至于哪一种比较好,就看你个人习惯啦,有的人比较习惯用原来的subtitude,那像我自己是以前比较习惯这个,因为为什么,因为前面不用打这么长一串嘛, ok,所以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试一下,最后执行,切过来,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了,好,那这个是第一个,第二个问题就是说,后来就有同学问说,老师我一般工作上会有几个需求,就像这一题,里面的话有这么多的那个空白列啊,那有没有什么方式,可不可以帮我一次全部把空白列通通都删掉呢,当然可以啊, 那如果你不懂的有VBA的方法,以前怎么做呢,那可能就要旋旋旋旋,按右键删除,对不对,那另外还有同学说,我把它删掉之后呢,我可不可以再加上空白列,因为有的时候是要去掉,有的时候是要加上去,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一点,帮我把我不要的空白列删掉,ok,第一个,第二个的话呢,再来就是我可能又需要了,那我 那我可不可以在中间再帮我加上空白列,ok,这里的话我想两个,请试试看,那画面先